1、2、3 谢谢 台北西城青春 中华商场开幕60周年特展正式揭幕 而画面中的石碑是台北市立文献馆初届 重达200公斤的台北市新建中华商场竣工记石碑文物 中华商场在1961年4月22号开幕 是台北市第一座大规模的聚集型综合商场 直到1992年10月20号拆除 31年的台北繁华也是大家美好的记忆 其实我必须要讲因为我是外地人 那我是在就是那种少女时代来到台北来找同学 他带我去 我印象最深的是点心事件 因为那个点心事件很大间 然后同学带我去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跟我们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那个真的就后来我看到那老照片就觉得 对我坐在里面过 以前很多小吃摊都是用摊子 要不就是用蛋子挑的蛋子 豆花啦也有啦 然后还有大饼馒头 豆瓶馒头 那甚至于有一些原住民打猎 有一些活的这些猎物 也会来中华商场兜售 是蛮有意思的 虽然中华商场已经拆除多年 当初在商场里经营的店家 许多被安置在台北地下街或是中华路周边的商圈 而面对时代变迁和市场竞争 商圈未来的发展更需要政府大力支持 那就是简单讲就是要照节日 照节日 让疫情恢复之后呢 那让很多的观光客 能来参与我们的台北市的节日 那我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北市 有很多节日都已经固定了 比如说登节 那虽然今年也是延到中秋节 不过我想还是一样会吸引 很多的外线市的民众到这边来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 台北市的街区的发展 商圈的发展 还是能够持续下去 台北西城青春中华商场开幕60周年特展 从4月22号到5月30号 在西门红楼的八角楼中央展区 展出中华商场各阶段的珍贵物品 老商家的访谈影片 而位于西门丁远环旁边 已经113年的市定古迹西门红楼 则是见证了中华商场的落成与拆除 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味这段台北的美好时代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